甲骨银马转银 天干赚一个 地支也赚一个 生肖就是根据地支来的 子丑银毛 沉死五味 生犹虚害 比如有人是属老鼠 属老鼠就是植 有的人说我属龙 龙就是臣 有的人说我属猴 猴就是生 因为你告诉我你是属龙的 我就知道你大概 你要么是1976年 要么是1988年 只有这两年的 如果2000年出生的 属龙的 现在来聘科的机会比较少 对吧 因为2000年现在才14岁 1988年的人来聘科是可能的 1976年的来聘科也是有智慧的 还有就是1964年 所以地支每隔12年变一次 就轮一次 不过古人把甘河之组合成 又是甘支 又是甲子 遗仇 得盈 一个个安顺序排练 今年正好排到甲午 那明年是什么 就往后 雨位 2016年什么 丙生 2017年什么 丁尤 佳生 那么甲子 最近的一个甲子开始就是1984年 如果你是1984年出生的 你正好是甲子年出生 天干排在第一位 地支也排在第一位 如果你是提前一年出生的 1983年出生的 你是鬼汉 鬼汉就是天干是十个天干的最后一位 地支也是十二地支的最后一位 因为最后排完了 然后又排到最头面 有些属老鼠的人他觉得自己很光芒 他说我最大 他说的我最大的是他的生肖最大 十二生肖之首 有些属龙的也很骄傲 他说我属龙 因为龙是中国古代季祥人 龙就是成年 所以古代的纪年叫甲子纪年 现代的纪年叫公元纪年 公元纪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采用的纪年法 在民国时期不是公元纪年 在王朝更加不是公元纪年 所以公元纪年在中国的历史也就七七的几十年 我明白吗 在1949年以前 基本上都不知道公元纪年是怎么回事 就是什么 那么古人怎么称年 在早的年份怎么称年 1911年发生革命 那年甘之叫辛亥年 所以我们历史上称为辛亥革命 1898年发生一个变法 因为那年是戊虚年 所以记录为戊虚变法 如果叫现在记录 就不叫戊虚变法了 现在的记录叫1898变法 辛亥革命叫1911革命 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叫1894战争 要解吗 因为甘之是60年循环一次 所以每60年的甘之是一样的 比如1894是甲午年 到1954还是甲午年 今年2014还是甲午年 因为减法的减就相差六四年 相差六四年 刚才讲的是甘之祭年 甘之练法完整的分为四部分 四个部分 每个部分用一个天干和一个笔枝记录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甘之令 嗯 比如 2005年10月10点 10点钟 这是现代人的记录方法 对吧 古人不是这么记录 古人记录为 有年 丙虚远 丙虚远 丙子日 鬼四死 哦 我刺不成这个样子 国人就知道 是在哪年哪月哪日哪时的 趁老海里就有这个概念 要解吗 比如2013年的4月23日21点 嗯 这是我去年那个开第九七的时间 我们介络为鬼四年 并成略 几位呢 和已亥死 嗯 凡是21点以后 到23点 就是 第一次就是亥死 我们现在是在亥死 甘之继日 是现经历史上 最长的几日法 什么叫最长 就是 无论中国外国的这个 这个 历法 没有比中国这个甘之历法 年代更久远了 可以吗 嗯 所以叫 欠经历史上最长的 嗯 因为它从有纪录来开始 它是从中国下朝就开始使用的 什么叫下朝 下朝就是夏商周 夏商周 大家听过吗 所以它是很早很早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春秋里面 它就有记录日食的研究 春秋就是那个三国 《关羽观云禅》 它经常挑灯 夜读春秋 就是 湖须飘飘 很有风范的 就是读在春秋 如果中国古人就很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籍的 嗯 那么各个甘之记录呢 记录呢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鲁颖公三年二月 几四日就开始了 吴远公三年二月几四日 如果现在翻译成公元祭年法的话 是公元前的七百二十年 二月十一开始 是吧 一直拥抱今天 从来没有见到过 嗯 所以它是史上最长的 嗯 比如今天 今天就是鬼害日 嗯 今天鬼害日就是六四甘之的最后日 那明天就是甲子日了 嗯 鬼害呢 五行都是水 嗯 如果你的生成法治里面 水是你的洗神的话 你今天相对会比较 开心和快乐 嗯 嗯 然后明天也会继续的比较开心和快乐 不过明天还是水日 嗯 这是一个流日的预测 嗯 中国古代呢 它是不用西方的功利的 嗯 很多人觉得功利好像 素质很大的样子 但中国古人不要 嗯 全世界目前通用的立法呢 称为功利 嗯 就是我们说 今年是2014年 这个就是功利 功利呢 又称德里利 嗯 它是以耶稣诞生之年 作为功元元年的 嗯 嗯 嗯 那么 这就是那个 现在通行的 啊 就功利 功利的实质呢 是一种阳历 有人说功利和阳历 不一样吗 不一样 阳历是天文学上的概念 嗯 嗯 阳历是没有什么 耶稣诞生啊 什么的啊 它是天文学的 这个概念 嗯 没有 是那个 哪个是元年啊 什么没有的 嗯 所以阳历和功利还是对一样的 嗯 中国果人是不知道耶稣的 对吧 可能耶稣是谁啊 嗯 我不知道啊 我们在中国有基督教的 别那个 那个 碰我啊 这个 因为果人确实不太知道耶稣的 嗯 当然也有部分知道的啊 但是总共是不普及 嗯 但是皇帝是知道的 对吧 这个 普天之下 莫非皇祖吗 所以皇帝知道的 所以中国古人用的 用的 用的 记录年的呢 都是用年号 嗯 中国古人呢 用三种 记录年 嗯 一个是年号 嗯 或者王号 还有呢 就是甘之立法 还有呢 就是农历 嗯 中国古人就是用三种 三种立法的 嗯 官吏不用的 嗯 有些人认为呢 农历就是阴历 嗯 这是一种俗称 嗯 就是叫以错就错 嗯 其实农历和阴历 不是一个事情 嗯 农历呢 阴历和阳历 都是天文学上的概念 阳历就是太阳历 是以太阳周期 阴历 阴历就是以月亮 有周期的立法 天文学上的概念 阳历是阴阳和阴 啊 它 不是阴历 嗯 阳历和甘之立法一样 是中国人自己的立法 哦 所以中国人自己有两种立法 就是由产至今的啊 当然在历史的合律当中 中国人有非常多的立法 有些立法呢 这个先听不用了 嗯 但是这两种立法呢 一种是甘之立法 所以一种是蒙历 呃 从古用到今 嗯 现在没有皇帝了 所以年号或者王号就不用了 嗯 剩下两种呢 一直用到现在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觉得应该 至少知道有这两种立法 对吧 嗯 所以呢 古人普遍的使用 年号 甘之立法 农历 三个东西 嗯 比如大家读过那个自治通奸的话 自治通奸的 两百三十九卷里面它就写 嗯 唐济三十九年 嗯 廣德元年秋七月任零 嗯 嗯 谁谁谁谁 嗯 登基了 嗯 任职 测天下 改元 嗯 嗯 嗯 这里面你看用到的立法就是唐济三十九年 就是上一个皇帝 当了三十九年皇帝对吧 所以是他的第三十九年 广德元年啊 啊 广德元年就是像那个 什么 康熙元年啊 啊 这一样啊 啊 这是 这个皇帝在 年号叫广泽 啊 是他的当权的第一年 这是提到的年号 然后就是用到农历 秋七月 七月是秋天啊 农历的七月是什么天啊 如果按照阳历是什么 按照公历是什么天 公历的七月还是 还是夏天的 对吧 嗯 嗯 嗯 其实七月就是农历 嗯 农历七月 所以他用到了农历 对不对 嗯 嗯 嗯 他在任赢任赢的日子 嗯 他没有说七月初期 或者七月十五 他没有说这个 对不对 他用任赢 嗯 你如果不知道任赢 嗯 你这个读历史书也读不好 嗯 你觉得这个任赢这两个字 什么意思 怪怪的 这个 然后你的意思就读不及格了 嗯 这是基本的甘致历法 要听吗 但是任赢日 嗯 他那个 被称为 这个文武孝 孝皇帝 啊 任赢 他在任赢日 他就大四个天下改元了 啊 那么任赢和任赢相差几天呢 啊 你如果知道甘致历法 你就知道 这大多相差十天 嗯 皇帝在做这两件事情当中 前后差十天 大概这个事情 嗯 比如我们现在四月二十二号 过十天 九十二十五一 五一的那个休假期 对吧 嗯 就这么久 嗯 说这个文武就到五一了 啊 所以呢 中国古人呢 甘致历法就使用八个字 嗯 八个字呢 分为祭年 祭日 祭日祭时 嗯 大的事情呢 直接就祭年了 嗯 武术变法啊 甲午战争啊 用年份来表示 小的事情呢 就是用年月日时都表示 嗯 嗯 而且我们现在祭生日 也是把年月日时都记住了 对吧 嗯 嗯 我把这最后也讲了 所以比如说 我们那个有人 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了个孩子 啊 现代人就记录为 嗯 年月日时的 嗯 嗯 这么简单 要紧吗 嗯 那么它为什么可以预测呢 啊 我们休息完以后再继续讲 嗯 啊 我们休息十分钟 啊 嗯 那我们也是一筹啊 这样按照顺序往下排啊 啊 那么天干呢 每逢十年都一样的啊 比如说1984 1994 2004 2014 都是假 假的年份 嗯 这是因为 天干 是十年循环一次的关系 啊 所以正好 每逢四 就是假 每逢五 就是疑啊 天干就这样按照顺序 嗯 嗯 那么地支呢 就是十二年轮回一次啊 嗯 比如 1985年是遗仇啊 加十二就是1997年是丁仇 嗯 它不是丑年 再加十二就是2009年还是丑年 嗯 嗯 那么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方便记忆的嗯 嗯 嗯 那么月放呢 它是每个月这样顺序往下推推的啊 每个月有一个天干一个地支顺序往下排嗯 十月顶虚 十一月丁汉啊 十二月公职这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二零一四年的 嗯 现在这个日子啊 嗯 月份就是叫 悟臣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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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月就是几次啊 嗯 就是日下以后的几次月啊 嗯 一部分呢是以节气来发生的 这个后面还会讲的 嗯 嗯 那么因为每年正好十二个月 而地支呢 又正好是十二地支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月 地支是固定不变的啊 嗯 比如一月就是影月 二月就是毛月 三月就是成月啊 嗯 这个是固定不变的啊 嗯 那我这里说的一月二月 都是以节气来划分的啊 这不是指公立的一月 也不是指农历的一月 有些人认为 甘肢立法是不是和农历有关系 请记住 甘肢立法和农历也是没有关系 有什么 甘肢立法 是甘肢立法 农历就是农历 嗯 嗯 因为天肝是十十个天肝 所以呢 一年有十二个月呢 天肝呢 正好被循环一次以后呢 还多两个 所以呢 会有两个天肝呢 是一年循环两次的 啊 比如一月是丙月 到十一月呢 又是丙月 嗯 所以这个是会有重复的 其中有两个天肝循环 重复啊 嗯 嗯 嗯 那么 十二个月是呢 经过五年的循环 十二乘以五就是六十嘛 啊 所以五年呢 就把六十甘肢 循环一次 就循环完了 五年以后呢 就跟五年以前 甘肢是一样的啊 比如大零零五年十月份 是丙十月 到二零一零年的十月份 也是丙十月啊 啊 蔡五年就是一样的啊 那我这个二零零五年十月 是泛指功利的啊 当然这个划通不严谨啊 确实怎么划通后面 嗯 那么甘肢继任呢 就是每天 一个甘肢啊 敬天鬼害 明天甲子 后天遗仇 这种意思 对 这样就过六十天 就循环一次啊 啊 甘肢继食呢 跟甘肢继月呢 有类似啊 中国古人呢 是把一天 划为十二个时程 一个时程相当于 现在的两小时的啊 所以呢 一枝呢 恰好十二个时程呢 循环一次啊 天甘呢 循环一次以后 还不够 还多两种啊 再循环 如果地支循环一次呢 如果折合成现在的时间呢 就是 大时三点到一点呢 古人叫子时 一点到三点呢 就是丑时 三点到五点呢 就是饮时 这是和现在的 时间的换算关系 但是在古代没有什么一点啊 两点三点 这个概念的啊 这个古代没这个概念 这个大家心里有说啊 这个概念是在很晚才会有的啊 古代只有子时 草时 饮时 饮时 现在是害时 那么有人说 古代就生这么粗吗 不是的啊 古人还有克的 古人更是的 就把一天划生为一百克 就一天划生为一百克 它上面有技术系统的啊 现在是几克 几克啊 比如说三人就是五十三克 五十三克就是五十过三克 这个样子 那么一克呢 相当于现在的 十四点四分钟 我们现在概念里面 一克钟就是十五分钟 对吧 这个就是源于古代的一百克这个概念 其实一克是最标准的就是十四点四分钟 五十三克呢 就是十一点以后 加十四点四成以三 就是十一点四十三分 过一点点这个时间 就开始杀人了 为什么在五十三克杀人 知道吗 这就关系到阴阳的概念 如果五十三克呢 是阳气最重的事 而杀人呢 是一个阴气最强的事情 所以古人基于阴阳要平衡 所以阴的事情呢 或者阳的时候干 那么如果有人在中午十一点到十三点 之间出生的 就是五十 如果有人在十五点以后 到十七点之前 就是生死 一死六天 现在就是孩子 开始再过一个小时 就差不多就在子时了 子时就进入第二天了 就是明天就是夹子 今天是鬼害人 明天就夹子 那么有人问了 到底是以十二点作为第二天的开始呢 还是十一点作为第二天的开始呢 好 这里就是要清楚一个概念 古人是没有终表的 没有说十二点啊 什么三点啊 四点啊 古人就是子时就是子时 一到二十三 一到现在的二十三点 就是古人说就是子时开始了 就是第二天了 所以排八字的话 如果你现在终表是二十三点零一分 那么就是按第二天的 弹子排日中 那对吗 不要因经费谷 有些人喜欢因经费谷 因为今天 见败 因败 是什么样子 所以散除古代 不是的啊 古代是古代的方式 那时候 现代就废掉它 那有些人谈恋爱一年了 有些人在 一一年谈恋爱 谈得非常开心 谈到一三年分手了 他就直接把一一年 谈得开心的这个意思给否决掉了 他说我一一年就遇到这个人 就是因为人 这个人简直不是人 使得我一一年很不开心 遇到了一个不开心的人 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他一一年还是很开心的 但是因为一三年分手了 所以才又回顾历史 就觉得这个就把一一年被否定了 其实他是一三年 那个才对我不开心 是吧 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定 但我大概就举一下 就聊背一格 大家我就随便听一下 这个延迟大意就是大家要客观现实的看待 现实的客观的问题 那么六四肝肢呢 实陈的就是五天 五天就是一天十二小时 一天十二时程 五天把六四肝肢循环一次 那么这里提到一个 我这里提到一个立法式一维性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深奥的 对初级班的 如果高学的同学呢 是不存在的 但是对有些基础知识的同学呢 很多人就会问 到底是用太阳词 还是用北京词 来换算甲子粒子 这个大家都在困扰 那么我这里大概说明一下 大家也随便听一听 时间是一维性的 我举例说 我以北京时间举例 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 太阳是不是在天空当中 我问大家一下 有人说我们天智者说是的 也有人说当然是吧 北京时间十二点钟 太阳当然是刚空照了 对不对 我说不是的 因为呢 因为这个人他是在美国 他在美国抬头一看 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 天上是没有太阳的 对 所以有规定说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 天上一定要有太阳的 只有在中国或者中国的周边地区 你才能够在北京时间十二点钟 看到太阳是当空照的 对不对 你如果在美国 你在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 你能够看到太阳吗 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除非从电视上看到 嗯 但是一个人 我们常理上认为 十二点钟肯定应该能够看到太阳 对吧 但是记住啊 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 是以北京时间这个体系而看的 这个时候 你在北京的 在上海的 在中国的都能看到太阳 嗯 在美国的就看不到 嗯 不是人们概念里面的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 就能看到太阳的 嗯 那么同理内推 我们甲子立法时间的五十呢 你如果在中国呢 是能够看到太阳的 嗯 但是你如果是在美国呢 你是看不到太阳的 就是在美国 甲子立法的五十 不一样就是看不到太阳的 嗯 那么有些人认为呢 五十都要看到太阳 看不到太阳 就就不像五十了 嗯 然后他就在美国呢 他就把它也改成 能够看到太阳的世界 嗯 看不到太阳 他就把它称为子时 嗯 其实不是的 嗯 其实 甲子立法的五十 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有些地方能够看到太阳刚刚升起 有些地方看到太阳刚刚落下 有些地方看不到太阳 有些地方看到太阳是在当空照的 嗯 那么甲子立法的五十的时候 你无论处在中国也好 处在美国的半夜也好 嗯 这个时候 天下 末不是五十 嗯 其实无论处在哪里 这个时候 都是五十的 啊 甲子立法的体系 这个时间也是一维性的 它不会随着地域的改变 而改变 嗯 那么 那么 有人说呢 为什么十一点到十三点才是五十呢 为什么要以北京时间换算为准呢 嗯 其实没有以北京时间换算为准 哦 也没有人规定十一点到十三点才是五十 明白吗 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再讲的明白一点哦 五十可以是十三点到十五点 嗯 也可以十一点到十三点 如果 五十跟北京时间换算就是十一点到十三点 如果五十是跟英国时间换算 它就是三点到五点 就是英国时间的话三点到五点 才是甲子立法的五十 啊 这种换算 就跟我们换时差是一样的 嗯 看你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在换 嗯 甲子立法时间也是需要跟每个国家换时差的 这个换时差的方法是 因为每个国家的不同有不同的 嗯 甲子立法跟中国的北京时间换时差 嗯 就是十一点到十三点是五十 跟英国时间换时差 就是三点到五点是五十 大家懂我意思吗 嗯 如果你非常熟悉英国时间 你可以直接用英国时间来换算甲子立法 你维度用北京时间来换算甲子立法 哦 所以不是说北京时间是唯一的能够换算甲子立法的时间 甲子立法的时间 就是说所有国家都能换算 哦 只不过 我举个例子啊 你北京时间跟英国时间换算 肯定跟美国时间跟英国时间换算 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 是 不算一样的 比如说你北京时间 十一点跟英国时间换算 英国时间是三点 对不对 你美国时间的十一点跟英国时间换算 还是英国时间的三点吗 当然不是英国时间三点 对不对 你如果用美国时间的话 可能就是二十三点 才是英国时间的三点 对不对 难道你就赵赌宣赫 反正 只要跟英国时间换算 十一点就是三点吗 肯定不是的 对吧 只有北京时间跟英国时间换算 十一点才是三点 哦 好 那个甘肢力 农力 杨力 英力 刚刚大概讲了一下 杨力是天文学的概念 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 用到周期为寄出制定的立法 这是天文学的 那么现在通行的功力呢 是一种阳力 但是功力是有寄缘啊什么的 阳力为寄缘的 英力是以月球 然后地球一周为一月 以数望月确定那个立月的基础 一年有十二个立月 英力都是十二个月的 但是农力呢 它有滋润法 所以农力呢 有的时候有润月 而且嘛 英力是没有润月的 而且嘛 所以农力呢 是一个阴阳合力 是什么 是中国古代特有的 因为农力为什么有滋润法呢 因为它是阴阳合力 它又考虑到太阳的回归年了 就是它又考虑到阳力 又考虑到阴力 又考虑到阴力 所以它是阴阳合力 要听吗 甘之力是它自己特有的 比如说甘之力的一个月的开始 不是农力的初一 更加不是功力的那个一号 对吧 它每个月的开始 它是以节制作为节点的 比如说 立春是一月的开始 甘泽是二月的开始 清明是三月的开始 现在就是清明以后的三月 到立夏就是四月的开始 这个二十四节气黄道 这个比较深奥 我就不讲了 这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译一下 这个也很复杂 太深奥了 万一有些人听了没兴趣 我把二十四节气讲一下 因为太深奥的东西 取高和寡 这个普及度比较难一点 我们还是尽量讲简单一点的东西 否则要让大家望而却步 二十四节气这个大家经常听过 一春雨水精泽 春风清明古雨 立夏小满盲总 夏至小鼠大鼠 立秋处鼠白露 秋风寒露上降 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对吧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的一个很伟大的发明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一般是不清楚的 中国古人用节气呢 把气给进行了一个节点的方面 比如说 二零一四年立冲 之前 天空的气是鬼式之气 二零一四年立冲以后 天空的气就是甲尾之气 有人说了 我吸的空气难道还不一样吗 记住啊 你吸的空气 它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今天喝的是雪碧 明天喝的是可乐 你说雪碧和可乐是一样吗 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气这个东西 没有我们少数人才知道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懂吗 多数人呢 它认为好像今天后的气和梅天后的气都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 那么二十四节气呢 就是把一年里面的气的不同类型 它给它划分了一下 比如说 到了历春 历春前的气和历春后的气是不一样 精泽前的气和精泽后的气也是不一样的 这一个节气啊 就是对气的一个点的划生 它告诉你 到了这个节气 气是要变了 你喝的饮料要变化了 我前面给你喝那个雪碧 现在给你喝那个藤嫩 再后面要给你喝红橙 再后面要给你喝控泉水 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用比较通俗的话 尽量指大家明白 但是因为你看不见气 如果说可乐和雪碧 你一看就知道 对吧 你气看不见 你看起来都是 你就是看不见 啥都看不见了 你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 因为你吸的气不一样 所以才会造成 你今年比较盛 去年比较不盛 大前年比较盛 大大前年比较不盛 某点吗 这是因为你吸的气不一样 就像 小的年份呢 就像给你喝补品 给你喝了铁皮蜂斗啊 给你喝了气阳森啊 菜的年份呢 就像当于给你喝个毒药啊 什么的啊 那你喝了肯定要那个 欲梦的 对吧 不舒服 那么这种气的不同呢 对气的解读呢 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有点吗 那么在古代呢 其实掌握的人更加多 古代的农民也知道气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根据这个气的变化 他来种植植物啊 什么的啊 那么二十四节气呢 初步分的话 可以分成十二种气 比如说历春 金泽 金鸣 一个月 一个月是两个节气 一个月是两个节气 了解吗 黄叶鼠问 单自立的十二节气 和农立的十二节气 是一样的吗 那节气这个概念呢 其实原来是来自于阳力的 是根据太阳回归年这个算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是根据太阳照射来划分的 你看 古人把这个太阳这样一圈 在运行的时候啊 它均分每个点就是一种气 这个是由阳力的划生 划出来的 要知道吗 那么浓力也是用这个 因为浓力是阴阳合力嘛 单自立是以这个 表示气的变换 越气的变换 越近的气的变换的 嗯 黏着气的变换是以历春为准 只要一到历春 气的前后就不一样 好 对风水的二十四三 也是根据这个均分来的 嗯 那个罗潭就是 二十四三 其实就是二十四节气的那个 划分啊 风水学只是说 我根据这个方 从方位上寻找最好的气 懂得解吗 这是风水学的本源 风和水 都是气的形式 嗯 这个在孤福的藏经里面 有明确的显示 嗯 气的表现形式就是 风水云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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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节气的 节气的 节气我们 就是其中十二个节气 格外的每一个啊 都是八分月的啊 避川以后就是一月 金泽以后就是二月 清云以后就三月 立夏以后四月 盲泽以后就五月 小鼠以后就六月 嗯 嗯 那么这样就把一年 分为 十二个月 嗯 所以 甘之立法的月 不是以 功力的 一号 或者 能力的初一 来划分的 嗯 而是以 擇气 来划分 这个概念的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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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水楼盘就是这个 显示太阳运转的这个变化 所以楼盘上会有那个节气嘛 我觉得大部分楼盘上都有个节气 嗯 嗯 节气称为节和气 嗯 红的 叫节 蓝的 叫气 嗯 节是划分月的标准 这是简称 嗯 你要把节气叫节气和中气的 嗯 红的叫节气 蓝色叫中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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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节呢 一般是在阳历的月初 啊 比如说历春一般是在2月4号 或者5号 清灵一般是在4月5号嘛 对吧 有的时候在4月4号 嗯 这就是节 嗯 头呢就是那个一个节气里面封三猴 嗯 用三猴 那么24个节气就是七子二猴 这是更细的 那么 基本上 如果有的人比较记忆比较粗略的话 就是上半年一般就是在月初的 阳历的4号5号6号左右 下半年基本上7号8号左右 嗯 比如说我现在不知道历秋历下是什么时候 对吧 但是我大概知道 在5月5号左右 啊 5月5号或者5月6号是历秋了 嗯 嗯 这个盲种呢 差不多是在6月6号 或者6月7号 这个样子 嗯 大概就知道 那像现在4月22号肯定是在成月 对吧 月份肯定是不会变的 嗯 嗯 节气滑风月 历春滑风年啊 啊 这个样子 所以一月引月 就是历春到金泽了 约是阳历的2月4号到3月5号左右啊 千五相差不会超过一天的啊 就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嗯 有人说了 我是8月10号出生的 是什么月份呢 啊 啊 杨历的8月10号就是深月 是过了历秋 还没有到白鹿啊 啊 那我们开八字的时候啊 开圣神八字的时候啊 开圣神八字的时候 会有相差的啊 比如说 1998年的历春是在阳历的2月4号8点53分 记住啊 节气是一个时间点啊 不是指一天啊 比如说历春是指2月4号的几点几分 如果精确的话 可以算到几秒 几微秒 几毫秒 几毫秒啊 可以一直精算下去啊 当然一般现在的天文学家一般都计算到分 这个是通过严格的计算跑出来的 这个是天文学家算的啊 人工你这个绝对没有到算这个的级别了解吗 这个是经过数学验算啊 一个回归年是多少时间 然后再除除除除除啊 然后每年修正回归年的时间啊 就就加点成熟了 说到你你如果会算的话 也就两天时间马上就会算了 那就嘛 嗯 当然你会算了以后 这个在古代就进入那个青天间啊 进入青天间就专门算这个 那些吗 嗯 就国家帮你养着 你就专门算这个就行了 所以如果说是一九九八年阳历的二月四号八点五十二分出生的人 可能他的分生成八字就是上一年的就是没有到历春了就是丁丑年鬼丑月 日子是任五日 时常是假诚实啊 如果过了两分钟又出生一个男孩 比如说双包餐 哦 两分钟之前 两分钟以后 弟弟出生了 但是两分钟以后 弟弟就过了这个历春了 对吧 过了历春呢 年和月度发生了变化 年是物影年 月是假影月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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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三成八字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吗 哦 但是日子呢还是认为 哦 日子是以指示开始就是这个日子呢 时常 两个小时一个事情还是在这个时常 哦 但是年月完全不一样 就八个字一个四个字是不一样的 哦 这就是因为节气是华分的 月份啊 啊 第一个节气历春 也华分年份 哦 所以节气的内涵是什么啊 我认为是气的节点 哦 什么是气呢 这个大家可以更加阅读相关书籍啊 哦 气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啊 哦 比如说我们人是练气功的 对不对 练功什么 练的最深的就是气功 对吧 哦 我们 练气功是讲究 气在体内的这种循环 对不对 哦 那个 这都是气 哦 对 这个网上排盘的话 那个 它会自动帮你把年月日时都算少的 你只要输入阳历 它只是帮你进行一种换算 哦 啊 阳历或者农历 换算成甘之逆反 哦 那么 那现在流行两种 一种是用真太阳石 用太阳石 通过地域调整时差 哦 那我反对这种的 哦 我认为就是 不能通过地域调整 哦 所以大家点排盘的时候 不需要说太阳石 嗯 嗯 嗯 今天 知识就讲到那里 啊 剩下几分钟 大家对上课的当中有不明白的话 可以提问一下 就专门给大家答个疑啊 什么 嗯 这个那个 当次立法是对八卦六老和那个 八字命理都有用的哦 如果大家要学风水啊 也要用的哦 学紫外董书啊 也要用的哦 学大六论啊 也要用的哦 什么都要用的 嗯 呃 讲课的节奏点 呃 我是先慢或快 嗯 基本上 现在听得懂 到后面 很多人就说跟不上 来不及 为什么反对正太阳石 我刚才说了嘛 D没有比天大 比如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点25分 那么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现在的北京时间难道是7点38分吗 在你如果在美国听听我讲课 你现在北京时间是7点38 还是6点54 还是9点05分的 你在美国就要换时差了吗 换时差是两个不同时间体现才需要换时差 比如说你把中国时间 北京时间换成美国时间 你需要换时差 对不对 你用的一直是用北京时间的话 你换什么时差呢 对 同理 北京时间是一个计时体系 假指令法时间也是一个计时体系 现在是害时 就相当于 和世界 无论你在哪里都是害时 你说我在 英国就不是害时的吗 我英国也是害时的 时间是介入气的 这个气 难道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是有隔了一道墙壁 通不过去吗 地球外面不是同一种气包围的吗 过了一个地方 就不是这股气了吗 所以时间是记录气的 如果理解了气 你就什么都理解 古人是针对宇宙的气问 网络存储新闻 如果在其他星球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 无论你在哪个星球 现在都是假指令法时间的害时 就相当于 你现在如果是在月球呢 现在如果在月球上 那北京时间是不是二十二点二十七分呢 那还是二十二点二十七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在月球难道不是北京时间的二十二点二十七分吗 你如果说大家约好了 北京时间二十二点二十七分 通过电话 难道他要明天才打给你吗 对不对 他不可能明天打给你吧 他就今天打给你了 对不对 他现在就打给你了 对吧 如果你万一是火星呢 那大家约好这个时间 也就这个时间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中国古人的假指令法 是对气的进入 中国古人假指令法 甘肢令法也叫甘肢令法 甘肢令法不光是即时系统 这个中国古人的智慧实在是非常的伟大 老外就把它作为一个时间本记录 中国还记录它天空里面是个内型的 所以中国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国家 天根地支如果想记的话最好记录记一下 记一下比较少 你后天愈弄 比如说你预测人家 2002年怎么样 2003年怎么样 你要把2002年的年份甘肢给记住 对不对 否则你说请等一等 我先翻一下书 等我10分钟 我再告诉你2002年怎么样 然后你找出一个立法书来翻炒了 那大家就觉得你这个发现有点外形了 对吧 我是要求我高级班的弟子 建国以后 中华人民国建国以后 1949年以后的甘肢都要对得出来 比如说1958年是戊戌年 1964年贾成年 1956年秉升年 1971年辛亥年 这个不要记 对 历称才算第二年 换了气了 生肖是按照气来定的 生肖是属于地质部分 所以过了历春 你才是下一个生肖 能过历春 哪怕过了农历初一 你还是上一个生肖 了解吗 保罗称之记说 据说澳大利亚奇怪看六摇 需要水火对调 我说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人研究 包括六摇和圣神华之 对吧 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我只是代表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不需要对调的 你在中国是这个气 你在美国就 在澳大利亚就不是这个气了吗 当然也是这个气 对吧 当然 至于你的判断 相信是谁 这就是你的机缘 或者说你的判断力 导致你能够学到什么程度 好 也没什么 我们礼拜四再继续上课 请问基础知识 就礼拜四也来听 礼拜四上完下礼拜二 我突然在上课某一天说 向中开始 拔字和拔卦 分在礼拜二和礼拜四上课 然后大家就开始 有选择的题 好 那大家就早点休息 近来在子时代之前就睡觉 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 对身体也好走 好 那就再见了 好 等一下有点时间 我们讲一下 一些基本知识 我讲一下中国古代技术器 很多人对中国古代的技术系统 是比较有误解的 认为古人只有拿根竹竿 把插在地上就要祭祀 其实不是的 古代有很多祭祀词 随便讲讲 比如说有龟表 沙漏 佛天宜等等 这就是日归 利用太阳照射的原理来 继续 就像很像个钟表 对不对 像现在的钟表 只不过是利用太阳投影的方向 现在呢 是龟表 龟表是用来定四季和变方位的 比如说现在是冬季 夏季 春季 所以就是龟表 这个是陆胡 也叫陆克 它是可以计算一天里面的世界 这个是张恒发明的浑天仪 这个是水运营向台 水运营向台是那个 秦重器 这个东西 然后英国的科学家认为 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中的直接祖先 大明登陆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它是中国元代的郭守镜 够制成的 利用水率驱动 它有一克明中 两克明鼓 这种自动的暴石 这个和洪天仪是很类似的 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中国古代洪天仪的构成 它有利用太阳照射 利用流体力学 还有利用机械传动结构的 这三种 大致有这三种类型的 那么既然有了计算时间的 又怎么把时间那个 传出去呢 这个最有名的就是城中木骨 城中木骨 城中木骨就是 每天明中养食 隐私是量根 虚实称为定根 是北京的城中木骨 就是在重楼上敲打 那个 应该是西安的 所以要讲一个那个 登峰观星台 它是在河南省登峰市 东南7.5公里的高城镇 它是原代治元13年 就是公元1276年建造的 郭守静 然后在治元18年 郭守静等人呢 编制出了世界上 最当时最先进的叫寿石历 寿石历 寿石历 他求得的回归年是 回归周期是36.2425日和365天 五十四十九分12秒 这个呢 和格里高里历 就是阳历 是一秒不差的 那么格里历 是什么时候编造的呢 是1528年 由罗马教皇改革的历法 比寿石历晚300年 哪怕是现代科学所推算的 回归年期相比 寿石历也仅仅差了26秒 就算现代啊 计算机已经如此发达的时候 也只相差86秒 这个是中国在 1218年就做的事情 叫寿石历 那么我想问大家 古人是用什么原理 什么方法 什么工具 来编制出这个寿石历的人 为什么他能求出一个回归年是365天5小时49分12秒呢 如果我现在给大家一个表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表 或者给大家一个瑞士表 你能求出回归年是这么贴吗 我们现在有给你当今世界上名用的最先进的计时工具 你能求出来吗 如果古人只是插一根木杆在地上 看看现在是什么时程 他能够求出来吗 我问这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中国的现代人 对中国的古人实在是太不了解 认为古代的这个寄石系统是非常的落后 这是古人的聪明程度 我们说古人里面他有那个 古人里面他有那种顶级聪明的 比如说有这一部分 对吧 当然也有笨的 对吧 我们现代人里面也有顶级聪明的 也有笨的 那么我们古人的顶级聪明的人 至少比现代人里面 不是顶级聪明的人了 不知道要聪明多少人 如果大家都是顶级聪明的 比一比 这个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 现在有了各种仪器啊什么的 到底谁更聪明 其实还说不清楚的 了解吗 那么至少 古人流传下来的古人的很多的东西 都是古人里面顶级聪明的人发明的 他一定要比我们现在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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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的人 要聪明 知道吗 就是比我们基本上在座的 所有人基本上都要聪明的 清楚吗 我就是要给他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说 古人什么什么不好 什么什么不好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是比不上古人聪明的 如果你够聪明 你求一个回归年给我看看 来证明一下你是够聪明的 如果你求得出来 那我肯定是认为你绝对够聪明 古人是用何种的智慧和仪器 使得公元一二一八年的寿司力 求得的回归年能够精确到秒呢 而且只和现在科学家求出来的 也就只相差了二十六秒 对不对 哪位旅行家把寿司力传播到西方 使得罗马教皇在一五二八年改革的历法 创造了格里利呢 经过了三百十年以后 然后西方又是哪一位人认为格里利是他们发明的呢 你看三百多年以后他才发明了格里利 还认为好像自己很了不起 对不对 不过另外一道题是我编的 说不定三百多年以后 西方的确有人 也脑子聪明了一下 也改革了这个地方 跟中国的寿司力偶合也有可能 没有可能是中国穿过去的 好吧 这就是我讲一下中国古代的寄司期 好吧 今天就提早结束吧 让大家早点休息 大家也都累了 好不好 我们下周二再见吧 再多三百多年以后 再多一百多年以后 再多一千钟 到国家们 你可能会去挑战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